- 國父紀念館與全民大劇團合作的全新喜劇《仁愛路6》將於10月8日首度上演,以經典人物的模仿串聯,重現國父紀念館風華歷史,特別慶祝國館50週年館慶大戲。 全民劇團團長謝念祖表示,國父紀念館跟台灣的脈絡連在一起。 第一個念頭就講,國館有什麼好說故事?它就是一個場館,查一些簡單的資料,就發現說包括山巾啊,這些很多精彩的事情都發生在國館,就覺得它跟台灣的整個歷史的脈絡幾乎是連結在一起的。 我覺得這點還蠻有趣的,所以我們就開始更深入的跟好幾任的館長談,然後停業調查,然後也跟現在還在工作的一些比較資深的員工,或者資遣的員工, 希望從不同的面向能夠把國父紀念館這50年的發生的一些事情,然後透過公務人員在當中穿梭的一些小故事,然後變成這齣叫做《仁愛路6》。 國父紀念館副館長楊同慧表示,希望藉由員工同仁的小故事,竄起國館的歷史大世紀,以戲劇方式呈現動人的故事。 戲劇是一個很好的表現,而且很容易彰顯這樣子的東西,所以我們就當時想就是想要以大會堂,因為大會堂所有人都在這邊,每個人好多好多的精力都在這裡,那我們就想說以大會堂為主軸。 好,穿插了很多,尤其是我們服務員,我們的服務員是一個國父見館,我還沒有來之前,他們就說,你要去穿制服的那個機關。 所以服務員用服務員的這個出身跟他的經歷,在這邊工作的發生的事情做一個穿插。 其實很多的什麼紀念院會啊,總統、副總統交接啊,李登輝總統在這邊就職,其實都有。 我想全民大劇團他希望是用一個很輕鬆的來表達說這50年台在大會堂發生的故事,所以才完成了今天我們要想呈現的一個戲劇。 人愛路6號由郭子前、湯志偉、唐重聖、康茵茵、張靜雲、呂少奇、陳大天、龍龍、廖曉彤、陳志偉等領先主演。 歡迎大家踴躍上網至兩天願文化生活購票。 以上是一文報報採訪中心,在台北採訪報導。 進場館看戲就會知道了。 本集中心目的